多國駐華大使齊聚北京支持烏克蘭 烏克蘭願意與美國並肩打中共 西方領導人訪問烏克蘭 美國邀請蔡英文卸任後到美國政界視身手 布魯塞爾議會首度通過有我決議 反共鬥士英國鋼琴家著民國國旗上場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5日 在今天的新聞播報前 請大家關注一個能有效應對三高問題的訊息 它或者能為你和你所愛的人帶來不少益處 親愛的觀眾朋友 在過去的三個多月裡 我們向你介紹了三高代謝寶 並且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反規 65歲的陳女士告訴我們 在服用降血壓三年之後 她的血壓仍然是偏高 但是 當她停止了使用降血壓藥 並且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她驚喜地發現 她的血壓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著說以為是自己的血壓計出了問題 因為下壓很難降的嘛 她說是否那些事還是機器 不知道 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沒有像這麼漂亮的樣子 更多的訊息 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兩週年之際 2月24日 匈牙利、日本、英國、格魯吉亞、意大利、德國、捷克等多國 都舉行了支持烏克蘭的集會 不僅有因為俄羅斯侵略而尋求庇護的烏克蘭難民 還有當地居民 23日 波蘭、烏克蘭和歐盟駐中國市團 在北京聯合舉辦一場聚會 表達堅定支持烏克蘭 當日 扎蓮斯基在演講中說 任何正常人都希望結束戰爭 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允許烏克蘭停戰 他強調必須依照我們提出的條件結束戰爭 實現正義的和平 23日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在北京多國聚會上發表演講時 公開表達美國對中共繼續支持俄羅斯很失望 同時也非常關切中國企業 助長俄羅斯軍事工業復合體的行動 並且已經向中共有關官員提出這些關切 英國駐華大使吳約蘭 也要求中共停止對俄羅斯的支持 與烏克蘭進行更密切的接觸 據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網發布的消息 巴克蘭斯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造成了二戰以來對歐洲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一個自由、安全、有秩序的未來 一個完整、自由並和平的歐洲 在為烏克蘭而戰中 一切都岌岌可危 俄羅斯徹底違背了聯合國憲章 直接侵犯了國際秩序 普京必須受到威懾 以防止其威脅波及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或立陶原這些北約盟友 以及北約本身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被謀殺 張莫斯科執政者的殘暴不仁、心狠手辣、目中無人、威權專制、暴露無遺 白恩斯反問說 所以中國做了什麼呢? 中共繼續向兩年前違反聯合國憲章 非法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 提供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 美國對此表示失望 中共媒體將這場戰爭歸聚於北約和歐盟 這個罪應該完全落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人身上 中共對烏克蘭主權的存亡監默無聲 中央社報導說 美國使館還將這篇演講內容發布在官方微博 引發大陸網友熱烈回應 多數表態支持烏克蘭 目前這篇演講還未受到審查刪除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6日與中共外長王毅會面時 曾經警告中方 不要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物質支持 王毅回應說 中方不接受美國方面的無端指責和施壓 23日拜登宣布了針對俄羅斯的重大制裁升級 打擊目標是其金融體系和軍事基礎設施 實施超過500項的新制裁 包括俄羅斯國有的國家支付卡系統 黃金生產企業 Wuzira Zorato 等等 這標誌著近兩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波制裁 美國宣布對來自俄羅斯、中國、土耳其、阿聯酋及印度等超過90個實體 實施新的貿易限制 被列入清單的包括8個中國實體 中共駐美國大使發言人劉鵬宇表示 美國對中國企業實施更多單邊制裁是經濟脅迫 另外24日 據烏克蘭外交部長庫萊巴 與歐盟高級代表何塞浦·伯雷爾的談判結果 到3月底 歐盟將向烏克蘭提供17萬枚炮彈 克里米亞塔達人領導人穆斯塔法·澤米列夫表示 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摧毀克里米亞橋樑 但我們會在需要的時候這樣做 澤林斯基對霍士新聞表示 會給俄羅斯在黑海帶來新的驚喜 X平台帳號大紅的微笑認為 烏克蘭的目標是把俄羅斯黑海艦隊打到只是盛低黑海 把俄羅斯空天軍打到只是盛低天空 俄羅斯空天軍只有7架A50 這是開戰以來損失的第二架可謂重大損失 2月24日 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兩週年 烏克蘭國會議員江察仁厄向美國呼籲 要求他們信守長久支持的承諾 並說 將來如果美國需要 烏克蘭將會並肩對中共作戰 意大利總理梅洛利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比利時總理德克羅 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一起從波蘭搭野車前往基庫 希望藉著這次訪問 強調西方對烏克蘭的承諾 江察仁厄向CNN表示 30年前 烏克蘭是在美國保障其國家安全 不讓任何勢力攻擊烏克蘭的承諾下 致願放棄核武器 現在烏克蘭要看到這項保證 烏克蘭不單是為自己而戰 也是為國際秩序而戰 守護烏克蘭應該是所有美國人的利益 烏克蘭可以扮演美國的重要盟國 萬一將來有戰事爆發 不管是與伊朗、北韓或是中共開打 美國需要盟友並肩作戰 烏克蘭也會做好準備 今天的烏克蘭已經是個軍事強國 但是烏克蘭現在需要美國的支持 利捍衛國土以及共同的價值 馮德萊恩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慶祝烏克蘭人民非凡的抵抗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定地支持烏克蘭 在財政、經濟、軍事和道義上 直到這個國家最終獲得自由 梅諾尼和杜魯多預計 將會與澤連斯基簽署安全協議 最近法國和德國已經先後和烏克蘭 簽署了價值幾十億美元的長期安全協議 但是拜登承諾的610億美元援助 他會受到共和黨人的阻撓 這令到幾乎難以擊退規模更大 裝備更精良的俄軍 24日拜登參加七國集團領導人的視像會議 會議將由梅諾來主持 扎尼斯基也將應要參加討論 扎尼斯基曾經警告說 如果俄羅斯取得勝利 俄羅斯部隊可能不會止暴於烏克蘭邊境 目前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 已經轉變成消耗性的潛豪戰 俄羅斯有更多人口可補充兵員 軍事預算也更多 這令烏克蘭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 烏克蘭大量村莊、城鎮和城市被移為平地 軍隊疲憊不堪、彈藥短缺 俄羅斯的空襲幾乎每天不停 世界銀行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表示 重建烏克蘭經濟可能耗資將近5000億美元 大約200萬套住房受到破壞 將近600萬人逃往國外 除了籌集資金和武器已繼續戰爭之外 澤連斯基還在推動議會通過立法 允許烏克蘭再動員多達50萬人重軍 到目前為止 俄羅斯財政仍然能承受西方的制裁 雖然天然氣出口下滑 但石油出貨量卻保持穩定 這主要歸功於印度和中國的購買 2023年俄羅斯的GDP增長了3.6% 不過一些經濟學家認為 這主要是受到國防開支飆升的推動 停滯或衰退迫在美節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 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23日結束訪問台灣行程 22日他拜會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時 邀請他在卸任後到美國政界一事伸手 蔡英文回覆說OK 加拉格爾21日率領兩黨重量級議員訪問團 訪問台灣時說 一個政黨連續3次贏得總統大選 非常難得 上次美國發生這種情況 應該是列根總統以及繼任的布殊總統 而台灣今次前所未有的情況 也認證蔡英文在過去8年中 所展現的領導力、遠見及力量 感謝蔡英文成為台灣與自由世界的傑出領導者 現在自由受到威權體制的攻擊 需要比以往更加警惕 才能將所珍惜的自由傳遞給下一代 另外,加拉格爾說 如果蔡總統有興趣的話 威斯康辛州很歡迎蔡總統 到美國的政界一事伸手 雖然你可能這個資格條件 比我們所需要的重要更高 蔡英文笑了笑話 OK 蔡英文感謝美國政府及國會 持續透過國防授權法等方式 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也期待在中國特別委員會 去年公佈經濟報告中所提及的 《台美雙重貨稅議題》能早日完成 指出台灣是全球民主和平重要關鍵角色 會積極走向世界 新的一年希望與更多理念相近的國家 共同強化全球民主供應鏈的人性 創造全球繁榮發展 對於美國對台灣軍售交付拖延 加拉格爾說 最好的做法是提供關鍵彈藥或裝備 長期預算撥款 維持及提升相關單位的生產力 建議可以鼓勵政府加速余差導彈的交付程序 以提供台灣所需的客阻能力 民主黨首席議員克里希·勒木爾提說 美國應該思考有哪些裝備項目可以在台灣共同生產 這樣一來可以降低智慧產權技術轉移成本 也可以滿足相關工業量能 台灣很可能是潛在的眾議合作夥伴 也可以不用擔心世界其他地區對供應鏈造成的壓力 2月23日比利時布魯塞爾議會經全會審議及表決 以70票同意、10票棄權以及0票反對 通過有關台灣國際地位決議案 要求比利時政府鼓勵比利時外交部 支持緩解亞太地區緊張局勢的外交作為 並鼓勵歐盟執委會擴大和台灣在商業及工業的合作 布魯塞爾議會另外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干擾公約等國際組織 該決議案並支持台灣和布魯塞爾的商業交流 鼓勵歐盟執委會擴大和台灣在商業及工業的合作 同時加強與台灣的夥伴關係 外交部對此表達感謝及高度歡迎 該決議案是本屆比利時國會及國區議會 繼2020年7月聯邦眾議院 2021年3月弗拉蒙區議會 2021年3月聯邦參議院 及2022年10月瓦龍區議會 分別通過有台決議案以來 第五個由比利時國會及區議會通過的有台決議 也是布魯塞爾議會首度以通過決議案的方式 表達對台灣和比利時雙邊關係的支持 今次議會首次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有我決議案 彰顯台灣和比利時同為基於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的理念相近夥伴 外交部表示感謝 強調未來亦將持續與北京區議會及區政府深化交流合作 拓展雙邊友好關係 倫敦火車站鋼琴事件後 英國鋼琴家卡瓦納對小粉紅展開反擊 先是在火車站手拿著中華民國國旗 23日更是穿上中華民國國旗的上衣上場 卡瓦納在Facebook曬出相片 他身穿印有中華民國的清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黑色上衣 配搭黑色的長褲 手插著口袋 並且配戴墨鏡站在車站內 相片曝光短短一個小時 就吸引超過萬人點讚 包括很多台灣網友 卡瓦納1月下旬 在倫敦火車站公共鋼琴演奏直播期間 幾名手拿著中國五星旗 拍攝中共宣傳片的小粉紅 引用中共法律 以超賬權為由要求他停止拍攝 其中一個人還對卡瓦納咆哮 事件經直播後引發國際關注 卡瓦納5日曾經在Facebook發布他站在車站公共鋼琴旁 手拿著《清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相片 並且說《台灣加油》 吸引了超過16萬人點讚 以及台灣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的留言 有人問他認為《清天白日滿地紅旗》象徵什麼 卡瓦納回應說 這面旗象徵自主、自由、獨立、對抗霸凌 以及不願臣服於威權政權 當這面旗受到壓迫 他就更象徵自由和反抗 就好像車站內的公共鋼琴 以及中共試圖壓制的自由音樂 卡瓦納7日對中央寫說 中共原本想在西方各國拍片做大內宣 但在倫敦慘敗 壓迫無法壓制反抗 中共反而令他更加激進 卡瓦納13日對美國之音說 我熱愛中國人民 熱愛1949年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 中共不喜歡中國傳統文化 他們是控制狂 你看法輪功的事情 他們的打坐功法 中國傳統文化 中共都不喜歡 他們甚至不喜歡中國的天主教堂 他們已經與樊帝剛達成協議 現在正在創建所謂的外國天主教會 令中共政府選擇主教 他們想控制一切 這節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謝謝 謝謝 aliment Shut up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